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集的《商嘅》 今天我特別嘉賓是Lisa和Raymond Hello 很多謝 請我們來 這次是第二次 Lisa和Raymond是香港的Quantum Touch 量子共振或量子治療的獎台人 先驅老闆 資深導師 這個認 很有趣 相對訪問過很多新心靈的治療師 Lisa和Raymond的Quantum Touch 沒有什麼反應 沒有什麼人說 Essa我想什麼 結果又怎樣 後來很多人跟我說 Essa謝謝你 我說什麼 我去了跟Lisa和Raymond學Quantum Touch 我說好 沒多久又另一個 Essa謝謝你 我說什麼 我又跟了Lisa和Raymond學Quantum Touch 都只有幾個人走了 很多 有些嘉賓很有趣 事後有很多功夫 接她的電話 你們是沒有的 乾淨利落 但我發現 原來有很多人去 請我吃飯 兩個人 說笑 說笑 今天我們再深入一點 深入一點 深入一點 聊聊量子治療 聽說你有四個課程 是的 我們整個量子共振 或者量子中療系列 是有四個課程 剛才我們開波之前 Lisa就說了一點給我聽 咦 都很有趣 因為第一個層級已經關我的事 這樣 我們今集就會說一下 可不可以Quantum Touch 深入地說一下 好 裡面是什麼 還有原來可以醫一下狗狗 貓貓的 是 醫字我們不敢用 處理一下 處理一下 我們很安全的 是的 那先講一下 你那四個課程 由你最基本的講開 好嗎 讓我講一下 好嗎 我們四個課程 第一個叫Level 1 叫做初階 我們廣東話 叫他話語 叫做初階 其實我們一系列的課程 都是關於我們身體覺知 我們有不同的練習 是令到大家更加清楚 自己身體裡面發生什麼事 Level 1是從身體入頭 就是說你的身體出現了什麼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對手 就可以處理了一些痛 不舒服的情況 你一定要看醫生 但是你看醫生之前 在等待那個期間 你可以將Quantum Touch 放在你的健康計劃裡面 這是一個幾乎相乎相乘的一個東西 又或者在你未選醫生之前 自己先感受一下 所以不要亂去 你看到醫生也是一個福德 是啊 很難選的 有很多人是 譬如我 怎樣說 到底你應該看中醫 西醫 自然療法 鐵打 物理治療 還是Caropractor 其實你看錯了一個 就真的搞好很久 又花很多錢 時間久了 錢又是一個問題 又阻止那個福德 可以這麼多選擇 是因為有傷罪行 都一定是 那我們繼續講一下福溫 為什麼身體覺知 其實這麼重要 因為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人病 都不知道自己病 我以前曾經胃痛得很厲害 但是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我打球 我打羽毛球 打到相當猛烈的 就是吃飯都不吃就練過 在那個時候開始 就有胃病這件事情發生 為什麼 因為你不吃飯 就打球 就打球 去到後來 我差不多畢業的時候 我試過有一次 一晚進四次醫院 都是因為胃的問題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們不覺知 我們原來出了狀況 譬如有時候 你胃痛了一分鐘 你過了一分鐘之後 你已經不痛了 你就以後不會記得 我曾經痛過一分鐘 到你再來有五分鐘 半個小時 甚至乎好像我這樣 一晚進四次醫院 你才知道 你大件事 為什麼我痛成這樣 你打針 在醫院打針 你都指不到那種 如果你上了Level 1之後 你的覺知能力高了一點 你就會知道 咦 我左邊的腰對下一點 有些不妥的 有一些這樣的覺知能力 然後你不會讓病疊上去 那你就開始可以知道 我要處理我這個身體的問題 而又很有趣 我們老師說 這些身體的問題 其實是一些訊息來的 是我們身體裏面的訊息來的 是我們的高我 我現在看到 原來你兩件衣服是很合襯的 Grandom Touch Grandom Touch 是啊 很合襯的 醫領 瓶領 圓領 這個是我們協會 一會兒再說少少的 所以在我們的狀況裏面 提高覺知能力 由Level 1開始 除了提高覺知能力之外 可以處理一些大部份 老人家的控制 有一些動物的 不會說給你聽的 但你又會知道它究竟 會不會朝好那邊的方向走緊 有很多小朋友的跌傷 發燒 那些東西 你又可以在看醫生之前 幫它減輕了先 甚至乎生老病死 是不可以改變 但走的時候 會走得比較安長 Level 1已經做到那麼多事了 4個小時之後 你做到那麼多事了 你說這個是否兩天 是 長到課程兩天 但4個小時之後 你已經可以處理了 怪不得那麼多人走去跟你學習 是啊 真是幾多 我每次開簡介會 到現在最近那次都有一位 是看了你這一集的相聚 所以出現在我們的專題講座 我想這件事都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原來這麼弱 我就不是病 是很虛 很虛 因為小時候本身身體很好 媽媽生我又很強壯 媽媽又很年輕生我 然後到中學就開始熬了 然後一直由中學 去到讀poly 到畢業 到讀子出來做事 搞生意 做投資 那麼多年來 我都很小病的 我就以為我很強壯 我媽媽都以為我很強壯 但實質最近我發現 原來我基本上是虛到的地步 根本病不起 這件事對我來說 打擊很大 因為你以為自己很健康 所以不病原來不是 不是啊 是因為你太虛 根本病不起 所以現在我反過來 就是有時傷風感冒 有些頭暈生氣 我就多高興 有少病了 總之有福 因為你要夠健康才病得起 但我從來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也都是 其實是 不知道自己是 熬過龍 餓過肌 太口渴 哪裏痛 有時是 今天我約了你 你不是剛才4點才吃東西嗎 就是因為我家裡工作 我就想 OK了 11點多就做 然後我就已經寫下時間了 1點半就去裝身 然後就出門口 2點半就點點點 在附近吃點東西上來 完美的 因為今早吃了兩大碗粥 但是我在這裡做了之後 忘記了時間 然後再摸高頭 只不過是做完事 再摸高頭就是 2點半 時光飛逝 2點半 那不就真的要 馬上來 馬上就要拿淋裝身 但是這些事是很多的 這樣 OK 好了 有什麼補充嗎 有 有什麼補充 我想告訴你 你應該放鬆一下 有時候可能放下假 但我很享受 不不享受 我真的很享受 很享受 就是在這裡做 我真的沒想到 我只不過是倒下頭 做完所有事情 做完所有事情 做完幾個WhatsApp 然後我再摸高頭 咦 我感覺上是不見了一個小時 因為在我們學習裡面 所有的病都是因為情緒引起 我相信你有很多身心靈界的朋友 但我不是不開心 說完第三個課程 那時候你就明白了 是啊 那一路講下去 好 現在講level 2 level 2 有另外一種的能量 先給我一個名字 好 那就是level 2 哈哈 是不是很簡易清呢 而且相當到位 嗯 就是level 2的名字 就是level 2 好 這樣 level 1是一個最基本 讓你感知裡面能量在你身體怎樣 怎樣游走 或者是令到你怎樣 怎樣覺知自己身體裡面發生什麼事 是最初階的 那然後level 2呢 就轉了另外一種能量 我們不是經常都聽到人說 心的力量是比腦子的力量厲害 是 level 2專注在心的能量那裡發展 那最重要呢 是讓你感覺你的心的能量可以做到什麼 還有你怎樣去感知 我們所謂的心靈那個擴展的時候 來對你自己本人 對這個世界 對別人可以有什麼好的影響 這個level 2 那開始去 講多一點 但怎樣對別人對世界好的影響 OK 我們可以用這個心的能量 處理別人身體的問題 細緻到處理腦部的問題 我們處理很多是 我們腦部有損傷的朋友 我們都是用level 2的技術去做的 另外對這個世界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譬如山竹來到香港那時候 你在那個大廈裡面搖下搖下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的心的能量去 當作一個祝福 大家都聽得明白的 是作為一個祝福 希望這個颱風不要造成那麼多損傷 有很多事情可以溫和一點過下去 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可以當作一個祝福 我們就攬上身了 山竹是否沒有死一個人 我們有功勞 你這樣都可以 是的 很多人都做了事 有錯 其實是的 有時候我會簡單說 如果說在身心靈界 我們level 1是說身去到心 又最低入 而level 2是銜接著是由心去到靈 我們用這樣銜接身心靈 就比較清楚了 還有level 2會有一個 就是跟我們的所謂高我 有一點點聯繫 高我其實是高維度的我 我們在這個三迷世界看不到的東西 當我們很誠心地跟高維度的我 聊天之後 我們會有得到一些靈感 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選擇一個比較對的路向 還有心想事成 對 心想事成這一部分 對 心想事成這一部分 為何可以 quantum touch 又跟心想事成有關 跟靈性的 你說下去吧 從身體到心靈 有很多時候 心想事成 我們聽很多所謂的吸引力法則 你那個向宇宙下定生 一樣是這樣的道理 其實我們發覺 如果有很多朋友在外面 上很多課程都會知道 其實A 和B 和C 講的東西 最核心的東西是一樣 只不過每一個人的一個表現的方式 presentation是不同的 但是他們都是在講同一個message 給我們聽 其實在我們講 為何可以跟我們的將來 可以改變 可以影響到的世界 其實我們是用這個方式 將那個意念擺出來 我希望我將來 在某一個的情境下 我會有一種 什麼的得益 或者某一種的發展 我們是可以用Level 2這個技術 將它變成我們的將來的事實 其實我們的中心是這樣 只剩下的 是嗎?有故事說嗎? 有啊 告訴你 我們十年前開始有一個中心 當時在波蘭街 二百多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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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二百多呎 我們最初是處理身體問題先 做一個保健中心 當時你知道 剛剛開始 開始由 不是 再前一點 我們國內有個保健中心 其實開始 後來因為香港多朋友 希望我們回來做事 所以我們就將陣地搬回香港 在香港在波蘭街二百多呎 開始我們香港的事業 二百多呎 就是我們間房 我們要做的 當時我還是用經樂月位去處理問題 然後再加Quantum Touch 但是我們的間房 是上面有空位 就像板蛋說的 你解釋吧 上面有空位 下面有空位 那地方比較細 約了上來的朋友 不會早上來的 因為你沒有什麼地方坐 那一做完 那些朋友就會趕快走 因為他怕留在那裡 就妨礙著下面那個 那是由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運用我們學了的 Quantum Touch裡面的 心想事成 夢想成真 這個方法 一直希望我們的中心比較好 所以到現在我們第四還是第五個中心 第五個 我們由二百多呎到八百多呎 然後到千二呎 然後到千六呎 然後到現在是 二千九 二千九呎 是嗎? 是有中心的嗎? 有 哎呀! 你什麼時候有空來探討我們 我剛才跟你聊天 好像沒有 有 有 這一個中心 我剛才剛才進來就問我 什麼時候搬中心 是的 這個想法是要有的 我們一直在用 我們在Quantum Touch 學的這件事 不斷地加強我們這個理想 所以到現在會是這樣的 這樣的狀況 其實在我們 無論我們四個系列的課程裏面 每一個技術 我們都親身經歷過 每一個可以幫到人 無論幫到人身體 幫到人情緒 幫到人的理想 其實我們都親身經歷過 所以我們講起上來 可能是很肉緊的 這樣 其實很多人會發覺 我們講的不是一個理論 不是一個知識來的 是我們親身做出來 告訴你 這樣做到 所以很多人喜歡問我 老花近視都可以 你看我以前打眼鏡 現在不戴 你說行不行 我們每一個環節都可以 不要問我減肥 這件事我還未開始做 跟他出頭髮一樣 我快出頭髮了 我快出頭髮了 老花近視都可以 完全可以 絕對沒有 可以四年 五年 兩次 還在戴眼鏡 做了兩個星期之後 就可以放下 很明顯我沒有做 不要拿著兩個星期這個指標 不要問會否反彈 人生一定有起有跌 做了沒事便沒事 你再覺得他不太清楚 你便再做 那就可以了 我們真的每一個課程 每一個環節 我們都是自己經歷過 我們講的不是別人的知識 是講的 老師說我們做到 而我們真的做到給你看 好明白了 我們還剩下幾分鐘 都不要緊 我們可以開始Level 3 好 開始少少 Level 3 不是Level 3 你猜不到 Level 3將會出 你真是未與尋 老師將會有Level 3 這個課程 但是現在有 我未曾出的 四個課程裏面 沒有一個課程叫Level 3 但是有另外兩個課程 有一個叫做健康由我創 這個有名的 健康由我創 最主要是處理情緒 由於我們知道情緒引致我們很多的病 特別是我們知道的癌症 那或者其他事情 根據這個治療法界就說 100%是心病 最初說95% 有5%是因為你家有淋雨 問題就是你為什麼家有淋雨 臨到自己病 都是情緒問題 看著舊情人家屋 基本上現在是說 100%是心病 是的 那這個課程最主要是處理這一種的問題 特別是你做 譬如你做了很多不同的療法 回來復去 為什麼今天好一天 兩天之後又來過 然後你用很多方法處理 好似好好開頭 後來它又更加厲害 那這一種情況是最適合 用Self Created Health 即是健康由我創 去處理的 Self Creators Self Created Health 健康由我創 健康由我創 很多同學來上這個課的時候都說 我那件事已經處理過了 我以前處理過的了 他們以為處理過了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frequency 事情讓你產生今天的結果 這樣 這個就是它幫你逐件逐件去找 但這個是香港未有的嗎 有 有 不是 Level 3是另一個 這個已經有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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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課程 五個課程 哦 五個課程 哦 我明白明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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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 這個是已經有的 是 那你們正在教了 已經教了幾遍了 哦 OK 那我們不要開始第四個了 因為這一節差不多完 好 我們早一點完 然後下一節我們才開始講 第四個課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四個 好 休息一會兒回來繼續聊天 再見